养花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感 但是养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花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花总是长不好 为什么我的花总是枯黄 掉夜 不开花 为什么我的花总是被虫子咬得千疮百孔 其实养花的关键在于养好根系 根系是植物的命脉 它负责吸收水分和营养 支撑植物的生长和开花 如果根系发育不良 那么植物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养花先养根才能让你的花茁壮成长 绿油油的特别喜人 那么如何才能养好根系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五大技术要点 让你轻松养出爆棚根系 一 选择合适的土壤 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础 选择合适的土壤对于根系的发育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土壤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疏松透气 土壤要有良好的通气性和排水性 避免积水和缺氧导致根系腐烂 有机质丰富 土壤要有足够的有机质 提供植物所需的营养和微生物活性 PH指示中 土壤要有适宜的酸碱度 一般以中性或微酸性为佳 过酸或过碱都会影响根系的吸收能力 具体来说 可以根据不同的植物选择不同的配方 例如兰花可以用30%爆花加70%硬质料 枝子可以用50%泥碳土加50%沙壤土 多肉可以用50%珍珠岩加50%制食或桃栗 百合可以用40%腐叶土加40%沙壤土加20%珍珠岩 2.掌握正确的胶水方法 胶水是氧化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出错的环节 胶水过多或过少都会对根系造成伤害 因此要掌握正确的胶水方法 渐干渐湿 胶水要根据盆土的湿度来决定 一般在盆土表面干燥后再胶水 避免长期湿润或干旱 胶透胶匀 胶水要胶透胶匀 使整个盆土都能吸收到水分 不能只胶一半或只胶表面 早晚胶水 胶水要选择早晚温度较低的时候进行 避免中午高温时胶水造成水分蒸发过快 或烫伤根系 水质要洁净 胶水要用清洁的水 不能用污染的水或含有杂质的水 最好是用自来水放置一天后再用 3.定期施肥 施肥是为了补充植物所需的营养 促进根系的生长和分支 施肥要注意以下几点 肥料要缺面 肥料要含有氮、磷、钾等主要元素 和铁、铅、盆等微量元素 不能偏食或过量 肥料要稀释 肥料要按照说明书的比例稀释 不能过浓或过稀 一般以淡茶色为宜 肥料要间隔 肥料要根据植物的生长季节和状态 来间隔试用 不能连续或不湿 一般以每月一次为宜 肥料要浇透 肥料要在浇水后试用 使肥液能够渗透到根部 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或底部 4.试试换盆 换盆是为了给植物提供更大的生长空间 和更好的土壤环境 有利于根系的扩展和更新 换盆要注意以下几点 选择合适的花盆 花盆要根据植物的大小和习性来选择 一般比原来的花盆大一号或两号即可 不能过大或过小 选择合适的时间 换盆要在植物的休眠期或生长初期进行 避免在开花期或结果期进行 否则会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 处理好根系 换盆时要将植物轻轻拔出 用清水冲洗干净根系 将枯根 空根 老根 烂根等剪掉 消毒后阴干 填充好土壤 换盆时要先在花盆底部铺上一层排水层 然后填充好土壤 将植物放入中央固定好根系 再填满土壤 拍时 五 加强通风 通风是为了给植物提供新鲜的空气 和适宜的温湿度 有利于根系的呼吸和代谢 通风要注意以下几点 避免直风 通风要选择有微风或无风的地方 避免直接吹到植物上 否则会造成叶片干枯或落叶 避免闷气 通风要保持空气流通 避免在密闭或阴暗的地方放置植物 否则会造成根系缺氧或发霉 避免温差 通风要注意温度变化 避免在太阳晒过后 突然移入阴凉处或反之 否则会造成植物受冻或中暑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关于养花如何养出好根系的五大技术要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